国际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但是我们一方面 我们要动用我们的力量 克服危机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这个危机里面 看到我们的机会 如果没有领导力 这种机会就随时就跑掉了 要领导力就能抓住这个机器 在危机中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在思考着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问题 2020年4月 他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上 首次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 不确定的世界中 谋求我国的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判断 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衰退 外部需求大幅萎缩 全球生产体系停摆 供应链中断 外部势力的打压 变本加厉 面对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不应该 也不可能再简单重复过去的模式 而应该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 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 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 特别是卡脖子问题 加快技术攻关 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大局出发 落实新发展理念 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现行开放政策 在五中全会后 首个主场国际盛会 第三届进博会上 习近平向全世界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 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世界经济迈入寒丘 中国进博会却热度不减 逆风飞扬 据统计 本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 726.2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了2.1% 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不追求一支独秀 不搞你输我赢 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中国不仅为本国经济发展 开辟空间 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增添动力